安波籃球快信 星期四早早 W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水星客战飞翼 飞翼遭遇连败 而且最近两次对阵水星都输球 球员心理处于下风 即使今铺座阵主场 飞翼也不宜高估 飞翼实力麻麻 今季常规赛绿得三胜三副牌 在中游位置 进攻是他们的一大优势 军场可以攻入85分牌 在联盟前列位置 不过球队过分依赖奥根保华利 沙巴利同仁 猴活的发挥 三人今季合共场 军可以斩下超过60分 一旦他们被严防死守 飞翼进攻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 飞翼防守不稳 军场失84.5分 面对拥有泰拿斯和格连拿等球星的水星冲击 飞翼防守被击溃并不出奇 另外飞翼近放麻麻 上场不敌阳光后遭遇连败 是气不佳的飞翼 这次主场武力洗脱 阵容方面 后卫迪史尼斯和中锋迪亚拿麦高云等人 因各自原因被战 水星今季迎来了格连拿的回归 球队实力得到提升 加上泰拿斯 苏菲金宁铭同 塞顿等一众实力不错的球员 水星今季有希望创造出好成绩 上场面对火花 水星同对手打得难分难解 最终通过加时不敌对手 士气遭受打击 不过相信水星的调整能力会很强 今场面对处于连败的飞翼 水星有望重返胜轨 有利的是 水星最近两次对阵飞也都取得胜利 而且军场正胜对手伤位数 优势明显 这次出征 水星有力带走胜利 阵容方面 后卫迪坚斯因个人原因缺阵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